有一場足球比賽由鄧小平拍板舉行到底是甚麼? 它就是廣東省和香港之間每年一度的傳統足球賽事省港杯 這項賽事由香港商人霍英東創辦 1973年,霍英東以團長的身份 帶領香港體育界到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參觀體育比賽 自文革後,香港與內地體育界正式交往 它希望這項交往能持續 所以就在1978年提出舉辦一年一度的省港杯 定在每年元旦和春節期間舉行 由廣東省隊和香港隊分別在廣州和香港各舉行一場比賽 勝方可以獲頒獎盃 而第一屆賽事就在1979年1月正式舉行 由於省港杯是地方政府第一次與境外合辦的體育競賽 需要得到中央政府批准 當時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 相信鄧小平藉著廣東系改革前線 與香港舉行省港杯別具象徵意義 雖然近年粵港兩地參賽球隊的水平不高 令比賽關注程度下跌 甚至有聲音叫停 但40年前改革開放後舉行省港杯 令到粵港澳三地體育交流逐漸開展和恢復 省港杯有它的歷史價值 不單只是一場足球比賽這麼簡單 至少將第二屆旅逐漸開放後 四十星所